如果你很常騎車的話 一定會常常會有需要淘汰掉的襪子 因為襪子穿久了可能會髒 最近天氣很涼 所以想說可以分享一個小技巧 因為這些襪子啊就丟掉 有的時候也會覺得蠻可惜的 畢竟這雙車襪其實也不便宜 冬季騎車的時候啊 其實有一些是專用的鞋套 例如說防水的矽膠鞋套 就很適合在雨天的時候使用 但如果沒有下雨的話 其實我們只需要把鞋子的前半部 遮起來就可以有一定的擋風的效果 所以我們呢 會利用一些比較破舊的襪子 把前面剪掉 就可以變成還蠻實用的鞋套 那當我們要開始製作的時候 要稍微對一下襪子的大小 那因為我們鞋底還有一些扣片 所以要多留一點點 大概會在腳踝再往上一點點的地方 我們把它剪開 開始剪的時候其實可以多剪一些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要試套到鞋子的上面 當套到上面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扣片的位置 這時候啊 不要急著就直接把一整圈剪開 因為這樣子你可能整個 纖維的部分會爆開 那後面就會很容易閃掉 所以我們只針對它中間扣片的中心點的位置 剪一個小洞 前後各剪一刀 那大概有一定的寬度之後 你就可以稍微去修正一下套的位置 基本上目前就是一個完整的鞋套 那當然你可以再把鞋套拿下來 再稍微修一下它的長度 讓它的長度可以剛剛好cover掉鞋子的前端 那像我目前的狀況是有留下來旋鈕的地方 所以即便我把鞋套套上來之後 還是可以微調我的鬆緊度 那這樣就是一個蠻便利的鞋套 而且即便用髒了你就可以直接丟掉 因為本來就是需要淘汰的東西 如果你有在follow國外賽事的話 有些選手他在雨天或者是很冷的地方的時候 他會用鋁箔紙包在襪子上 自己的腳上在穿車鞋 那有了像這樣子的簡易的襪套之後 你其實可以直接把鋁箔紙或是塑膠套 套在鞋子的外圍 再把這個布套上去之後 其實就有很好的保暖的效果 那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你在可能地面有濕的時候 騎車鞋子也比較不會髒掉 如果你有很漂亮的襪子 這樣子坐在鞋子上面 應該看起來會蠻好看的 今天的小隻鐵人和大家分享 把你的舊襪子變成冬季保暖時候的小物 那希望對大家冬天騎乘會有幫助 那我們之後再見 然後再裝上去 那就可以了 再裝上去 對大家 關鍵 再裝上去 你 再裝上去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